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嘴说动漫 在奥特曼的世界里出现了很多厉害的怪兽 远古往往用魔神来称呼它们 那么这些魔神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其实有九个都已经死了,只有一个已经洗得白 即使别太奥特曼作品中出场的怪兽有很多 但是要仔细区分的话,它们还是要分成几个等级的 其中普通怪兽有很多,像哥莫拉,哥尔赞这样的都是 然后还有一些更厉害的怪兽,远古称之为魔兽 仔细算起来至少有过十三个呢 不过要说起这些怪兽的下场还真是大不相同呢 大家最熟悉的魔神加坦杰厄现在已经死了吧 虽然在剧中出现了两次,但是都死在奥特曼手中 另外还有迪莫杰厄,据说他的实力比加坦杰厄还要强一些 不过结局如何大家也都看到了 他们虽然实力也很强,可是却经不起奥特曼开挂 另外还有几个很厉害的魔神怪兽 虽然战斗力都很不错,但是也都死在了奥特曼手上 加上加坦杰厄和迪莫杰厄一共有九位 魔格大蛇都知道吧 那是欧护奥特曼的终极对手 当时欧护联合加古拉才将他消灭 另外还有黑暗路基艾尔 艾塔尔加,安培拉星人,黑暗扎基,黑暗抄斜 和传说中的魔导怪兽小蓝人 这九个大反派的战斗力可是很强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有这一的奥特曼在他们肯定赢不了 谁让人家有主角光环呢 就比如说黑暗扎基吧,他还死在了银河奥特曼手上呢 其实在所有的魔神怪兽中还真有几个很神奇的人物存在 他们似乎永远都死不了,始终都是宇宙的威胁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怪兽叶弗 虽然出场的次数非常少吧 但是知道他的人却不少 叶弗不仅战斗力可以变得很强大 而且也是杀不死的生命体 你说奥特曼能拿他怎么办 其实还有贝利亚也是如此 当初杰德奥特曼将他消灭 你真的以为贝利亚已经完全消灭了 其实远古都说了 泽塔奥特曼里的恶魔碎片就是贝利亚的 他对宇宙的影响恐怕很难结束 至于这第十二个魔神怪兽 他要在泰加奥特曼剧场版里出现 那就是格利姆德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了吗 其实根据已经给出的信息来看 正是这样一头怪兽将拖雷吉亚黑化的 他的战斗力非常强大 为了消灭他 泰加必须要借助新生蛋奥特曼的力量 虽然现在格利姆德还没有死 但是他要败在泰加奥特曼手上 是确实无疑的 至于说这第十三个黑暗魔神 其实已经被远古完全洗白了 而且还成了地球防卫队长呢 那就是加古拉 在泽塔奥特曼中 加古拉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且成了泽塔奥特曼的第四个师傅 现在已经洗白的加古拉 不知道大家喜欢吗 不过说句实话 加古拉训练泽塔奥特曼也无可厚非 但是要对地球产生影响就不合适了 小伙伴们你们认为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 喜欢视频的观众朋友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仔说动漫 相信大多数90后与00后的朋友们 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两部特色片 就拿咱们中国的孩子来说 迪加奥特曼应该是不少人的童年 毕竟迪加续位唯一一部 能够走上中国电视的奥特曼 也因此比起其他奥特曼更有流传度 在遗忘的奥特曼作品中 首先所在的地球肯定设立了防卫队这一组织 之后主角因为各种机缘巧合 成为了防卫队的艺人 紧接着要么运气好得到了奥特曼的光 大目就是因为拯救人类而牺牲 随后美好的品质让奥特曼看中 二者完成综合 一心同体共存于世 不过看了这么多部奥特作品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奥特曼人间庭有男女之分 但几乎没见过未成年人成为奥特曼的 难不成变身成为奥特曼 必须要达到成年人这个基础门槛才可以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 确实只有成年人才能成为奥特曼 因为相比心智而言 而在体能与战斗水平这一方面 很少有未成年人比得上成人 就拿最经典的Nexus奥特曼来说 那种层次的战斗绝对不是小孩子 能够担当己大任的 但事无绝对 有三位小孩子因为机缘巧合 获得了奥特曼的认可 从而成为了奥特曼 接下来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要介绍的是 迪加奥特曼剧场版 远古复活的巨人中登场的阿姆伊 按照剧情所透露的信息来看 阿姆伊身上也流淌着光的血脉 因此他极有可能是 迪加奥特曼TV中 尊绝大谱的先辈 因为黑暗魔神的苏醒 阿姆伊变身成为迪加奥特曼 因为身上的光之精比较纯粹 发挥出的力量也格外强大 经过与怪兽的几轮交手 成功将魔神击败 其次是艾斯奥特曼剧场版中登场的人物 小孩子名叫悠斗 他的母亲正是迪加奥特曼中 试掩定那的演员 这也暗示了悠斗最后成为光的结局 亲眼看着母亲被压在废墟下 悠斗就母亲界获得了迪加的认可 石化的神光暴解封 悠斗成功成为迪加奥特曼 最后一位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这是高斯奥特曼的主角武藏 武藏在小时候就邂逅了高斯 并于危机时刻成功召唤出高斯奥特曼 这一幕出自了高斯奥特曼的剧场版 日月第一季 一人以后的命运就此结下很深的因果 小伙伴们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影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嘴说动漫 在奥特曼系列电视剧中 黑暗奥特曼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 虽然黑暗奥特曼代表的是 黑暗势力是坏人 但是就是有许多粉丝喜欢这种邪恶 酷酷的感觉 觉得他们非常的帅气 加上黑红色的配色 显得就更加的与众不同了 而黑暗奥特曼的设定 是从迪加开始的 当时远古第一次推出了 黑暗奥特曼的设定 分别是黑暗迪加 卡米拉 达拉姆和希特拉 当时迪加对付三位黑暗奥特曼的时候 我是看得津津有味 没想到奥特曼除了打怪兽之外 还能互相残杀 这在当时来说 真的是非常新奇了 也因为这个设定 受到了观众的极大认可 后续的奥特曼系列中 也出现了许多黑暗奥特曼 比如Nexus奥特曼中出现的 黑暗福士德 黑暗扎基和黑暗梅菲斯特 他们三人的表现力 比前面四个要强上更多了 尤其是黑暗扎基 在许多观众的眼中 他算是实力最强的黑暗奥特曼了 因为他的对手可是神秘自造之一的诺亚奥特曼 而且还是这一集里面最大的boss 最强黑暗奥特曼之名 颁给他也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还有去年播出的奥特曼银河格斗中 出现了六位黑暗奥特曼 托雷基亚 黑暗杰德 黑暗欧富 黑暗塞罗 和黑暗艾斯 而最终boss则是黑暗超鞋 在剧中是他创造了其余五位黑暗奥特曼 也没能打败他 最终还是所有人都用了超级形态才勉强战胜 游戏所见黑暗超鞋的实力应该是最强的才对 而黑暗抓鸡虽然也很强 但是很明显是比不了黑暗超鞋的 还有人说 你可别忘了还有贝利亚 只能说贝利亚其实还不入流呢 他虽然也很强 可是他都被打败过多少次了 要不是剧情需要的话 贝利亚早就该被打死了 而黑暗超鞋则是死于剧情杀 两者的性质可不一样 因此黑暗奥特曼至今为止出现了14个 最强的应该就是黑暗超鞋了 之后才是黑暗扎鸡和贝利亚 小伙伴们你们认为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 喜欢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别忘记点赞加关注哟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